接下來全球擅長的時間 各國都在防止Delta變種病毒的擴散 那麼現在都在拚疫苗覆蓋率 日本的Pachinko說現在不打小鋼豬了 改打疫苗 更多新聞內容把時間交給心儀 好了 日本的疫苗接種率 原先在G7國家當中是墊底的 但是最近根據英國牛津大學 用數據看世界的這個網站統計 日本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人口比例 在9號已經超過美國了 到了13號的時候 日本已經有8057萬人 將近63.9%的民眾 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 數字顯示出 日本正在把焦點放在疫苗覆蓋率上面 要急起直追就要加快施打速度 但是日本大城市現在出現的狀況是 醫院的預約電話都打不進去 也就是說民眾想要打疫苗 卻不得其門而入 那麼大阪天神喬金商店間就出現這樣的畫面 民眾一排一排坐在彈珠機台前面 由護理人員依照順序為民眾來注射疫苗 那他們當然就是疫苗 地點就在這個大阪的柏青哥店的Freedom 原先通知店員如果打Pachinko 中獎這個按鈕 現在變成通知醫護人員身體不舒服的選項 比方說疫苗接種之後 機台上的顯示器就會倒數15分鐘 民眾如果打疫苗之後身體出現不舒服的情況 就按下原本要通知店員用的這個 中獎的按鈕 那麼醫護人員就會立刻來上前關心 而這家柏青哥店在13號以及14號 這兩天是暫停對外營業的 改裝成臨時的大型接種站 不管是Pachinko店的這個員工 還是Pachinko店附近的商店街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可以到這家Pachinko店來打疫苗 結果兩天Pachinko店就為1500人接種了疫苗 那麼Pachinko店改裝成接種站 日本媒體就報導說 雖然Pachinko店接種疫苗 這兩件事好像沾不上邊 但是因此這個環境適合接種 座位也很多 即使將大家分散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還是可以一次接種60人到70人 而且機台本身的設計 等於是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隔板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椅子 還是可以旋轉的 方便醫護人員進行施打 因此這個構想獲得當地人的支持 現在恢復營運的Pachinko店 他們宣布10月中旬 還要再進行第二次的接種預約計劃 讓更多民眾可以進行接種 以上是全球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 日本現在也在拼疫苗施打率 很多年輕人可能喜歡去的這個Pachinko店 小鋼豬店就特地說停業四天 當作讓民眾來打疫苗的場所 那原先有一個按鈕 就是通知店員說我中大獎了 現在這個按鈕變了 因為變成了 如果你打疫苗之後 覺得身體不舒服有狀況 你就可以按這個鈕 大阪商店街這家小鋼豬店 搖身一變成了疫苗接種站 閃亮的機台也成為打疫苗的好幫手 原先通知店員中獎的按鈕 如今變成了通知醫療人員身體不適所用的呼叫鈕 機台電子顯示器還能倒數等待的時間 時間到了身體沒有異狀就可以離開 趴慶狗店和打疫苗 乍看好像沾不上邊 但其實超級適合當大型接種站 瞧瞧1000個座位有隔板 能保持安全距離 而日本學童染疫劍術大爆發 後勞省統計開學一週內小學的群聚感染案件就暴增超過三倍 由於日本12歲以下的孩童根本沒疫苗可打 也讓家長很憂心 專家警告入冬恐怕出現第六波大流行 而且威力更勝先前Delta所引發的第五波疫情 尤其優先施打疫苗的醫療人員和銀法族 到了冬天之前抗體會降到低點 可能成為第六波大流行最主要的受害者 建議政府趕快批准第三級疫苗以補足保護力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現在有這個人被尋賞 他曾經可是有錢的公子哥 大陸的海新鋼鐵集團前董事長 也是山西的前首富李兆惠 他欠下了巨額的債款說下落不明 現在上海法院就發出了懸賞 最高可以獲得9288萬台幣 讓網友直呼馬上去找人 而他先前曾經登過新聞版面 因為據說他花了5000萬的人民幣 大約是台幣2億高調的迎娶明星 我們帶您來看一下當時的畫面 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佈 一則懸賞公告震驚各界 因為他要找的是山西前首富李兆惠 金額高的下人 只要掌握他的下落并成功找到者 就能獲得10萬人民幣 如果再提供法院沒有的 他名下資產將有10%的獎勵 加起來最高可拿2160萬人民幣的賞金 約9288萬台幣 讓網友大呼簡直是大好致富機會 立馬一起去找人 1981年出生的李兆惠 是大陸海新鋼鐵集團前董事長 一位父親在辦公室遭槍殺 22歲時他倉促接班 2008年以125億人民幣 約537.5億台幣的身價 登上山西首富寶座 之後高調迎娶大陸女性車小轟 轟動一時 據說這場婚禮砸下了5千萬人民幣舉辦 動用200輛豪車宴請500席 但一年多後兩人離婚收場 之後他沉迷炒股多次投資失利 欠下巨額債款 12年間敗光百億人民幣家產 如今下落不明還被懸賞 有如雲霄飛車般的人生 堪稱富二代敗家的電金案例 記者又一例于一北京報導